我們今天這場記者會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在媒體那邊發 那有關於今天的製救會這邊的記者會 我們會用電子的方式 所以請各位媒體加入我們的LINE群組 那旁邊有那個陳文錦小姐 她在幫各位媒體加LINE 那你加入了之後 等一下我就會把那個電子的新聞網發上去 各位全台灣受到土地破圈的受難者 大家早 還有在我面前 各位新聞界的媒體朋友 大家早 謝謝各位今天前來關切這個個案 那為了避免太過於激動 所以我寫了一封信 那這一封信 也是準備要寄給蔡英文總統 我這封信的一個標題 我把它定為緊急呼籲 請蔡英文總統 別忘了你對於人權的承諾 請讓我再念一遍 緊急呼籲請蔡英文總統 別忘了對於人權的承諾 為什麼寫這封信呢 因為兩人權公約已經開始在台灣施行 已經來進行第二次的審查 在第二次審查的時候 我受聘為法務部的委員 我今天除了是以學者的身份 站出來寫這封信 我同時也是 當時候第二次人權審查的時候的委員之一 所以我很了解第二次審查的時候的相關的一個情況 跟他的審查的一個結論 那我今天也是用一個當時候委員的一個身份 來向蔡英文總統表達 我對於台南鐵路地下化東儀這個案子 民進黨政府 如今竟然要採取強拆的一個手段 我齊齊以為不可 所以寫這封信給蔡英文總統 2017年1月20日 蔡英文總統曾經宴請兩公約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議審查委員 蔡英文總統在當天中午參會的時候 她公開致辭 這個雖然是總統府的新聞稿 但是我本人當天中午也受邀 參加這一次的宴請 所以我本人也在總統府的二樓 陪這十位的國際人權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跟他們一起享用午餐 我們一起聆聽蔡英文總統的支持 蔡英文總統當時我的支持 她特別說底下這段話 是我純然是引用 蔡英文總統說兩公約精神的推動 將會是人權標準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非常重要 同時她也說 她希望往後不管是推動政策改革 還是在個別公務員教師 警察司法人員的日常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句話又來了 她說人權都會是基本 而且優先的價值 我把這兩段話再重複一遍 她在兩年前的一月二十號中午 她當著國際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她承諾 第一點 兩公約精神的推動 將會是人權標準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第二個重點 她當著國際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她也承諾 在台灣 人權 都會是基本 而且 優先的價值 優先的價值 麻煩媒體朋友 你們回去之後 把總統府 在前年一月二十號所發的新聞稿 把它調出來 麻煩各位 再證實 我所說的 其實完全不假 那很重要的 那一次審查 國際人權委員會的審查的結論 對於台灣在進行土地徵收 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 相關的政策 有非常嚴厲的批評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很丟臉 本來國際委員寫了十幾點 就根據金色文公約的第十一條 有關居住權跟土地權 他們總共寫了十幾點 是所有的結論 建議當中寫的最多的 但是實在是不能看 非常丟臉 所以最後把它濃縮成八點 總共是七十八點結論建議 我們的金色文公約的 他佔了幾點 他佔了幾點 你知道嗎 佔了八點 還是最多的 七十八點當中 跟土地徵收都市更新 還有市地圖畫 還是最多的 本來想說十幾點把它濃縮 看看是不是能夠少一點 幫政府留點顏面 濃縮完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八點 那我現在幫各位朗誦的 是第三十八點 三十八點 麻煩各位媒體朋友 你們也可以上法務部 人權大步走的網頁 法務部人權大步走 這些審查的結論 都公開在那邊 沒有辦法造假 我現在念的是第三十八點 審查委員會 持續關切 持續 因為他們四年前已經來過了 四年前來的時候 這個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四年來了之後 發現更嚴重 所以他們持續關切 在中華民國台灣 正發生了驅離 以剝奪土地的頻繁程度 土地徵收 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 及其他政策 正導致全國各地 對住房 與土地權的親愛 委員會也關切 引起強制驅離的 民間自辦 市地重劃 與區段徵收 這是第三十八點 然後呢 緊接著第三十九點 他們馬上提出非常嚴重的建議 第三十九點 審查委員會 建議所有形式的破簽 宣布暫時終止 記得這句話 國際人權審查委員會 要求民進黨政府 所有這些破簽 馬上要暫時終止 各位 兩天前 他們就提出嚴重的呼籲 要求 我們必須要暫時終止 直到一步符合政府的 國際人權義務 包括聯合國 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委員會 第七號一般性意見 以及聯合國 關於基於開發目的的驅離 及破簽的基本原則 及準則 以下稱聯合國驅離準則 的破簽安置 及重建法制制定為止 一字不假 我今天早上才在上這個網頁 把這個三十八點 三十九點 再把它copy過來 麻煩國媒體朋友 特別注意 兩年前 兩年前 他們已經再次呼籲 六年前 他們就發現問題很嚴重 兩年前他們再呼籲 應該要全部終止 直到你制定一個 符合國際人權委員會 國際人權委員 有關人權標準的 相關的規定 你才可以繼續 但是我們現在 我試問 如今國內的土地徵收 跟四地重劃 他繼續橫行無止 國民黨如此 民進黨 這讓人非常痛心 一個以認同台灣 一個以尊重土地的愛 不斷地強調 對土地的關懷 對土地的關懷 跟連結的一個政黨 其實他做的 其實他做的 所有形式上的破千 其實都應該要終止 而針對台南鐵路 東移 土地徵收案 已經引發大規模的破千 已經很多人被破千 但是仍然有許多人 他們這些人 站在各位媒體朋友前面的這些人 他們才是真正的認同土地 愛這塊土地的人 但是現在民進黨政府 要把真正認同土地 對土地充滿關懷愛的人 要把他們連根拔起 要讓他們流離失所 要讓他們無地安身 這是讓人非常的氣憤 他們至今仍然 在繼續奮鬥當中 他們所提起的行政訴訟 即將在4月8號宣判 但是蔡英文總統 您知道嗎 你所領導的政府 你所領導的政府 卻即將在3月9號前去斷水斷電 3月10號就要強拆 您知道嗎 你所領導的政府 即將限定於極大的不義 後面這個行政院 完全不甩 蔡英文總統 你過往對於人權的承諾 他們即將限定於極大的不義 因此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要判請蔡英文總統 你要特別審視 你在3月10號 你這樣在前年1月20號 你對台灣社會跟國際社會 所做的承諾 那3月10號即將要開始難題的強拆 我們要特別要問 而且我以一位委員的身份 我以當時候參與的委員的身份 當天也在總統府二樓 被你宴請的委員的身份 我要嚴正的來問你 這有符合 你在兩公約國際人權委員會 這些審查委員面前所承諾的 兩公約的精神的推動 將會是人權的標準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嗎 有符合嗎 即將預期強拆 是有符合你當時候所講的 人權將是台灣基本 而且是優先的價值嗎 其實沒有 你的話 完全不受行政單位的重視 我們現在連地板都看不見 他們已經跌入到地下的18層 他們雖活在世上 但其實他們是活在地下的第18層 地下18層是什麼 我要跟各位講 他們生不如死 就如同是低於一般 還要繼續這麼惡搞 怎麼做嗎 人權真的是你最優先的價值 這個行政團隊 有把人權當成最優先的價值嗎 大家沒有 土地的投機炒作 依舊是優先的價值 破壞人權還是優先的價值 所以最後一句話 蔡英文總統 請你別忘了 你對於人權的承諾 謝謝 我們大家繼續努力 謝謝 感謝學位老師